拍马屁是这样啊 拍马屁实际上是一个相互相辅相成的一个文化 你比如我不喜欢拍马屁吧 我还不喜欢别人给我拍 谁一拍我马上就知道 他有的不是 我见过极限拍马屁 就是这老板大 大老板在榜上啊 福布斯什么都有名的 然后他约我去 约我去呢 我去到他那个宾馆大堂等着他 是他的宾馆大堂啊 结果呢 他去健身去了 他马上给我发言 对不起我健身 马上就回来 你在大堂等我一会儿 我在大堂等了 五分钟他进来了 进来以后呢 穿艺师运动装啊 批一大一 一进马上一看 马老师来了 然后啪肩膀一抖 那大一后面 啪就有人接着 我怎么想起周生驰的电影 绝对比电影精彩 啪一抖 啪就有人接着 要不看后头啊 要我要抖 我得看哥们接着呗 我们家抖地上 能不丢人吗 太自信了 然后啪 就跟我说话 啪 手这么一姿势啊 那哥们儿 巴大血夹 碰就捅着 哈哈哈哈 真是 你要闻他 真是 吸两口啊 跟我说的话 说说 跟我说什么呢 说哎 完全的 电影镜头 这才排过呀 是 说这个健身 这个健身 中国人都是瞎健身 瞎练 我请的 美国教练 吸一口 啪一身啊 后面的人啪就把烟拿跑了 就是他手这么一呆 你烟就被另外一个 啪啪啪啪一敲 突然就塞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天把我给闹的呀 哈哈 我都快笑喷了 他不知道我笑什么 就是他所有的动作 都是跟排练的一样 那个人就得全身贯注地拍着马屁 要不然这手一弄 你得知道 好我还想吸一口 你给我拿走了 那不成 他就知道啪啪啪 拖了 全都会 然后一直 电梯都是专用的 啪大堂电梯 就空着有一步 人全扒在那等着 进去上去了 以后上去 又喝茶干什么 所有的动作 完全是 就是严丝合缝 有节奏的 这种拍马屁 整个的过程 我是很服气 我回去试了试 大一没那么容易 你这个抖大一 是用肩膀这个劲儿 你抖不好吧 抖不下去 你瞎晃晃晃天大一 还乱是 你知道吗 他这种就是享受 享受 他享受这个不好唱 你说他得关心真假 他就喜欢这个派 对 但是如果防 也不一定能防得住 刚才马老师讲的故事 其实在美食圈里面 最大的一个腕 就是圆梅了 写随言识单 他去南方当官的时候 给他老师来告别 老师说 你准备了什么东西 说准备了一百顶高帽 说这个不好吧 说现在这个世道 谁不爱戴个高帽呢 说得听两句好听的话 然后说有几个能像 老师您呢 出门的时候跟书童说 这怎么只剩九十九顶了 你说这圆梅 我那想 我说这东西真是个高智商的活 因为啊 就是说明知道领导不是傻子 明知道你拍马屁 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是被你的财所惊艳了 你比如说他们讲这个季晓兰 说这个乾隆 对 五十大寿 说季晓兰写一对联 脱口而出 季晓兰叫黄图四万里 就是说满清的这个版图 纵横四万里 黄图四万里 叫一谷以来 从未有这个一朝一统四万里 然后胜受五十年 自前之后 还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你看一万年四万里 哇 这就说你明知道他是拍 可是呀 太水平太高了 这些再经过后代的文人演绎 就这种自对多了 一个比一个牛 但是拍到恰到好处 马爷你刚才说的这也是一问题 我怎么觉得就是说 不是我可能也吹牛啊 我老觉得别人要是 夸我呀 我还燥 这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 乡土的自卑感 就是你比如说 咱们要一起吃饭 别人要提到说 哎你我经常看这个节目 我好像本能的喜欢把话岔开 但是有些人很享受 怎么我好像觉得就是 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属于 受不起 不是那这个都是一样的 我也不太愿意谈自个儿节目 你说好容易在一块 你谈我那个 因为咱们知道这节目里有各种问题 你心里很清楚 哪次谈话好 哪次不好 人家跟你说这个 其实这属于专业问题 这还不属于拍马皮 这属于一个话题 没有 哎哎哎 就是我 要不然我跟你都文涛 我好像人家坐在一块 我怎么说 哎呦 我平时隔那屏幕看见的 哎呀 这个我得一个什么什么话题 是吧 就千万别错了 你这说不错 为什么呢 你的节目比较独特 你这个人呢 这个也独特 所以说不错 有的演员是说错的 说了半天最后 说的是另外一演员 你知道吗 这样这个 所以我现在碰女演员 有时候女演员说 麻烦师你还记得我的吗 我说记得 说你真记得 我其实一点都不记得了 因为女演员 特别不容易分辨 对对对对对 你要一瞎说 肯定就错了 就好人当不成了 没有 脸盲症肯定是拍马屁的这个 这个打技 打技 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 颁奖跟那个江晃老师 然后我这个在台上直播 我说特别喜欢你演的那个庸正 你不是他演的 他演的是什么 他演的是康熙吧 对他演的 他说我演的是康熙 就特别尴尬 我也经常遇到人说 这个方舟老师又能打假又能写作 就是说 不是老说方舟子 又能打假又能写作 我跟你说 你说这个我想起仨 你看最近朋友圈发 那个张学游演唱会那个吗 张学游演唱会不知道在哪 张学游在这扭的 你听旁边的观众 刘端华 刘端华 对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我是在上海听说的 就是那个吴大为 吴大为在上海不是开酒吧吗 然后也是有一小女孩 他一进那个酒吧门 小女孩 他就上去 吴梦达 对对 这经常呢 所以对演员来说 你不是真熟的时候 尽量就说 哎呀不错 就别说直呼其名 也别跟他谈作品 非常容易出错 有一拍到马 那黄博自个就讲嘛 人家说 哎呀我说了半天 最后你给我签个名吧 他中间可能在话题转换中 认为他是王宝强 他被迫就签上王宝强 这个 这是真事 就是柴静在机场被拦住了 然后说 陆毅老师我太喜欢陆毅了 然后 查老师给人签了个陆毅 我有一次跟那个 就在飞机上正好 跟江坤老师 正好坐 我们俩挺有缘 坐一块 聊了一路 结果还都后来看了一个人 先跟我打招呼 这倒没认错 诶 杜老师我今天看那三人行 诶 马记老师你也来了 诶 江坤很幽默 是吧 啊 马记老师经常坐飞机的 所以啊 这个还是 这个拍马屁的这个艺术 真是需要 都不是 首先要是真诚 真诚的拍马屁 所以孤独这个 我就是还是说 我说孤独特别好 是因为你说孤独 所有人都觉得 格比较高 对 格比较高 这个不会错的 但我也确实挺讨厌人 给我拍马屁 我连新书发布会 我都不愿意找嘉宾 我每次都觉得像追悼会一样 我以为你嫌弃我呢 对 大家一通夸 不觉得特别像 这遗体告别吗 所以我连找这个嘉宾来夸我 我都不愿意 所以说到底 拍马屁 最后要达到 真善美的境界 是吧 来来来来 咱们互拍一把 因为节目真的是好 您那纪录片呢 我一直珍藏好几把 你是真诚伯 对 真孤独 真孤独 你最孤独 你最孤独 全家人 比如说饭局上最多的说的是星座 说 哟 你金牛座啊 好啊 探菜好色不要脸 你是双鱼啊 哎呀 双鱼好 双鱼 人渣星座嘛 人渣里的战斗渣嘛 就是别人别的星座是以以德服人 你们是以缺德服人的 白羊座长个脑袋就是为了显高 对 哎呀白羊座 你就应该找一个天蝎座的 生个羊蝎鹅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朋友 你还是年轻人 这是另一路 是吗 这是另一路 马爷他们当年是属于夸人能夸趴下的那路 对 不是人的本质上是愿意听好话的 你再怎么说中年逆耳 谁听逆耳的 都是很舒服 除非特别理智的人 那时候我们 因为作家都是这样 因为我那时候当编剧接触都是作家 作家都是心里比较孤傲的 大部分作家瞧人家都不如自个儿 对吧 这正常 这正常吧 但太不正常了 因为一堆作家都在一块 要怎么办呢 就互相恭维 挖坑 我原来说过 刘振云最会挖坑 挖王朔的坑 王老师 小说写得非常的不错 王老师说不行 写不行 写不好 过去了 每天吃中饭 因为吃饭都在 那时候做笔会嘛 都在那个食堂里吃 那时候食堂也没说 像现在都是摆上席 就是一人一份端在一起 第二天 同样的话 还说 说王老师 确实我觉得你小说写的好 王老师真的写的不好 第三天 还是这样的话 王老师 我是真信的话 你的小说写的是真好 刘老师还有一个绝招 他先说 小刘 觉得你写的真好 这也太虚伪了 这是他后来学的 把自己名字说出来 然后 然后 王朔第三天就说 我是觉得我小说写的不错 我在桌子上呢 刘正寅就当场就把脸翻过来 对我说 说一般人最多就扛住三天 然后王朔就扛住第三天 对吧 让人恭维的 那这就朋友之间开玩笑了 那这种恭维呢 有一阵很恶俗 后来这个恶俗变成一个社会风潮 就互相之间称老师 对啊 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像谁见谁都是老师 我现在特别不习惯 一个什么小女孩过来以后 说这是什么老师 她从这个社会这种普及上讲 中国的所有的称谓都世俗化 就越来越恶俗 我特别不习惯 人家随便叫我什么 我都不在意 叫我老师就老师 其实按照过去的说法 就是张先生李先生 这样就已经变成一个尊称了 叫老师干嘛 老师一定是我要教给你什么 有人没法教给你东西 您说这个啊 就是说 就说拍马屁 我那发现 这拍马屁这个词 从哪来的 那天我研究了一下 从这个元朝 蒙古族征服了这片土地 然后呢 就说这个蒙古族人 当时就划分嘛 他蒙古人是第一等的人 北方汉人才算第三等 南方汉人 四目人 对到第四等嘛 所以呢 就要讨好蒙古人 那蒙古人之间呢 他们是马上民族 蒙古人之间表达互相尊重的有个方式 就是互相拍拍对方的马屁股 就表示尊敬 或者说呢 蒙古人有这习惯 见着你骑着马 就拍着马屁股 夸夸你的马 就表示是在夸你这个人 然后呢 就为奴的这个汉人 他想讨好蒙古人 哎 就到处不管你骑的是好马坏马 是马是驴啊 就拍 所以据说拍马屁这个词啊 是从这么来的 哎 我就从这个词源这讲啊 他其实跟某种人格上的这种字笛和这种奴才像啊 有点关系 为什么啊 外国人的社交也很讲究互相赞美 但是呢 我老有一个印象 就是他们那个互相赞美啊 是梗着脖子的 嗯 但是感觉是气宇宣扬的 哎 小青 礼貌的 对 很有风度 为什么我自己老觉得 你看我这个脊椎骨啊 我老觉得 你看我头就往前 我老觉得 你看你看我侧面 我就发现我几两骨啊 早就弯了 你看是多少年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 我自己这么理解 这个真的是动物的天性 动物了 对 谁威严 谁有权利 那他就会 就 他是个本能 这个有一个例证是这个 人类学家发现的 就是 不管你是亲生的孩子 还是不是亲生的孩子 包括收养的孩子 他会慢慢的长得像这家的男主人 嗯 这是这是进化来的 就是他会努力的 这是在动物界 内部 从前 你如果是 你是一个斑点狗 你在我们家突然 我们家是一个 这个比如说黄狗 那你就会受排斥 他就会努力的往黄狗的方向去长 他不会被咬死 就是这个是长期的人类的进化 是 而且你就他讲这个 你要注意到人的这个内化 就我刚才说的 你别以为拍马屁是虚伪的 拍马屁也变化了你的内心 我也见过就是这个领导写字 然后写毛笔字 写的特别差 那毛笔还把纸给戳破了 然后秘书说 哇 太好了 厉透纸背 完全是下意识的 他不是思索了 他就完全下意识 而且真的觉得好 他是真的了 你会不会 李莲英 我是相信他对自己太后有感情 那当然 那当然 他那个事无巨细的那种伺候 跟这个 我们现在这种 领导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是不一样 他是真奴的关系 那是主谱关系 而且按照旧文化当中呢 他有一套完整的奴谱文化 我们现在这个文化是丢失的 没有 中国第一 没有种形制度吧 不像印度 印度社会治理比我们容易的多的多 它本身就分四层 咱是摊大饼 永远是一层 城市也是一层 说北京城市交通就是摊大饼 一环二环三环四环 那就套着 所以非常难治理 中国人的这种 没有任何人觉得自己 是在社会层面中低下来 大家都有一个态度 他们还基本上没有 我们都都有 叫当家做主人 我生下来就告诉我当家做主人 突然又没有技巧 没有啊 所以不会 我真的是不会拍马屁 没有拍过 而且我一开始 特别不信说那肉麻的话 我觉得都不是人说的话 他怎么能说的呀 他就能说 而且呢 那些官员就能欣然接受 我说的都是挺大的官 但是现在都被处理了 咱们也不讲话 对吧 别人就这么说话 我觉得这话太虚伪了 我认为这种拍马屁的话很虚伪 但他们不会折得虚伪 对 很习惯 刚才马老师说这个等级制度 其实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 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它也导致了过去的 比方说餐厅 最简单的就是餐厅 那餐厅过去的这个跑堂了 服务员和客人的关系 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关系 您是来给我送钱的 就是他就会发自内心的来给你做服务 但是解放以后 这个关系就没了 就是当家做主了 所以才会有就是北京80年代 还有餐厅贴着 绝不无故殴打顾客 对对对 有这事 有这事 这就让这个行业就很难生存下去 但是呢 到了现在 就是这个 又开始就是 城乡的差别 从农村来招来服务员 他拿了一个薪水 到这他知道做什么 做各种各样的培训 礼仪的各种各样的培训 还有地方特色的一些培训 比如说我去过一家山东的馆子 那里边他就给我 我只去吃过一次饭 他就给我发个短信 我是你的专属服务员 你下次来再订餐什么的 就找我就行了 哎呀 后来发现这女孩就特别特别热情 漂亮 也挺漂亮 是那种是喊你哥的那种 亲密的日配 哥 哥你在这个什么什么 今天什么最新一眼 什么 咱家今天买了什么 对对对 北方人不见卖 但是呢我就是后来我就没法去这扇馆了 就不管我带女同事也好 这个带女朋友也好 带侄女也好 只要去 就喊嫂子吧 对 她都会说 这个也不是嫂子吧 她没记性 只有一个服务员 今天是哪个嫂子 过去啊 过去解放前啊 这个就是参议业其实是晚清以后才开始逐渐发达的在这个大都会里北京 他门口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叫廖高的 他实际上叫辽高 就辽 看一眼出 辽望 你看 窦老板来了 远远的就看见你了 他问题是 这个辽高的他不是巧舌如簧 他也不是这个这个情商有多高 情商肯定又高 他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叫记忆力 你只要来过一次 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 因为什么原因他都记得经经初一来 说 说窦老板 孙子快过满月了吧 你上次是危险 没神啊呀 满月我给你办席 招呼一声就得 他都会有 他不会说你领一新女朋友说 这回跟上回不是一人 他肯定不能这么说话 他特别会说话 而且那个话一定是恰如其分的 达到那个标准 比你低半格 他不给你低好几格你难过 他低半格 你是主人他是仆人 这辽高的过去挣钱特别多 有记忆力 记忆力是可以赚钱的 因为他记性好 那很多人说 其实人家共同就去三回 说那餐厅我熟啊 我老去吃饭 其实那过去在餐厅吃饭 是不得了的 是不是 带着客人一去 你看 窦老板来了 又来了 这你听着就高兴吗 别说 他老去那吃饭 有钱呢 他给你 所有的语言的位置都特别好 这个是一定是他们得有情商 这就是高级 高级马屁 高级马屁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你看出来就不掉马屁了 我觉得跟年纪有关系 我觉得现在的人 年轻人确实好像不太会 这就独生子女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东西 高级拍马屁啊 还真的是说 用到今天社会上讲啊 他们有时候说 他也是正能量的 就说明你心里有别人 而且真的 他们就说这个蠢啊 在哪儿都没戏 聪明 就是一个 我曾经见过我们那儿一个经理啊 我们去跟那个十二专市政府的吃饭 我觉得我当过 我印象很深 我觉得真是特异功能 就是这样的人呢 没有理由不受欢迎的 我们一个长桌 双方会谈 一个长桌啊 然后呢 地名片 哗哗哗哗哗哗 地名片 然后对方 那个市领导讲话 然后到我方讲话 他这一站起来 就说尊敬的某某某市长 某某某书记 某某某什么 几十个名字 这种人我也见过 炸了现场 哗哗哗哗的热烈鼓掌 就等于这 看这名片 这 就所以这东西 真是得支持